有风剧场 让我们欢迎新阳入场 我 崔情怡 职业语境 有言 有钱 有能力 你有的我都有 除了一个好老公 今天 我要在自己的分履县城 捉奸 崔情怡女士 您是否愿意嫁给您面前这位男士 我不愿意 新娘回婚了 新郎好丢人啊 崔情怡 借室未死 你上台前做了什么忘了吗 贤大哥 你一会就要结婚了 还和我这样乱搞 不好吧 哎呀宝贝 别吃醋 要不是啥还有点钱 像她这种不结婚情的女 哪怕躺在床上 我都不看到了 都别躺别躺 别着急 等结完婚了 我拿她的钱养你啊 我去 新郎拿新娘的钱养伴娘 厉害啊 吃软饭难得软饭 下次偷情找个没监控的地方 你的错误你买单 婚礼跟蜜月的伪约金你来支付 剩下的事跟我律师聊 够了 崔情怡 这一点小十年要拿到台子上来说 你这个娇酸的女人 你每天只知道上班 从来不知道给我洗衣做饭 你除了钱你还有什么 我能娶你 你就该烧高香了 你说的对 我确实很有钱 那我为什么不找一个男人 天天给我洗衣做饭呢 你都三十岁了 你也白日做门了 这十天 有哪个男人愿意给你洗衣做饭 照顾家庭的 现在立刻给我和爱惜道歉 这个风 茶俩还能结下来 照照镜子吧 吓头的 月薪三万 谁愿意 我愿意 月薪三万 谁愿意 月薪三万赵老公啊 只要嫁给我 不用上班重庆 只用在家洗衣做饭 每个月月薪三万 我看该扭镜子的人是你 就算送钱都没有人愿意娶你 县大哥给个台阶 你就下了呗 我不嫌弃拿你的钱 用你的男人 难不成我崔晴怡 倒贴都没有人要 我愿意 我愿意 今天 我发三万块娶了全职老公 有点值 崔晴怡 五年了 你应该不记得我了吧 二十六岁 可真年轻啊 谢谢你啊 让我实现了 当家庭主妇的梦想 看来咱们俩的想法 确实一拍即合 以后我主外 你主内 今晚你就跟我回家吧 我去开车 齐总 您可是市值万亿的 国坤集团主理人 你怎么能 沉迷当人家的家庭主妇呢 家庭主妇怎么了 如果是他需要的话 我很愿意的 齐总怎么 每次相遇 他都正好清场失忆 我不会再给别人 伤害他的机会了 每次相遇 他都正好清场失忆 妈妈想吃天鹅肉 救你 要陪子舒哥 好了 我只是玩玩 没想到他当真了 秦姨 来先去买身漂亮衣服 当我赔罪了 扎门不值得 你说是谁 你去带着 扎门 扎门 喂 妈 你出息了 崔仙怡 敢背着红装上门女婿 你先别生气 我 年轻真好 你这块年轻还有什么 把他给我带回来 好好好 秦姨 我做了便当 你拿去上班吃 谢谢了 明天我们回趟我爸妈家 我先走了 过来接我 国坤集团新任董事长回国后 从未在公众面前露面 外界对于小七总的年龄外贸猜测一直不断 人来了 小七总 删掉所有素材 七总 十点有个并购合约 需要您亲自签约 下午五点 商务部门有个200亿的合作 需要跟您阐述 提前到三点 五点我要回家送饭 是 温哥 你迟到吗 明小姐 下次记得敲门 别那么见外嘛 人家都等了你两个小时 中午有空吗 只有这个办法 诚 成风 今晚我要加班 嗯 我在家等你 老婆 老婆 是我快跳了 明小姐 你没听错 是我们总裁夫人 被给我结婚了 她明媚正许的我 谢谢 我要工作了 麻烦离开 谢谢 才会活就结婚 到底是哪个贱女人 公运了风哥 喂伯母 风哥都活本结婚了 西总 这回门礼物啊 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您就放心吧 别太贵重 我手上这个人参 早上刚抓的 所以你绝对可以 人参需要抓 嗯 开门 疯疯 这是谁啊 啊 网约车司机 嗯 网约车司机 现在都开跑车啊 对啊 我也奇怪了 可能快破产了吧 嗯 嗯 咱别让爸妈等着急了 走吧 爸 妈 我们回来了 成峰带了礼物 饭哪儿吧 你 做饭去 妈 你别这样 成峰第一次来家里 他不去 我 就是你去 我去路易产 这儿 坐下 你趁着我们旅游 你结了婚 还三万块钱 招了个上门女婿 崔晴怡啊 你真不知道羞耻啊 我们崔家的脸 倒是丢尽 妈 别生气 妹妹就是贪图享乐 喜欢年轻力壮的男孩 谁不喜欢年轻的 汤姐夫也喜欢了 你是忘了你去捉间小三 找我帮忙啊 崔晴怡 我合法婚姻 合法喜欢 我都已经听你的 在三十岁之前结婚了 最后换人 是因为他出轨 我让你三十岁结婚 我没让你随便 找个人结婚呀 之前那个王健达 咱好歹 还有个一面的工作 你看看现在 这个窝囊费的生活费 都要你给 连你爸都不如 看看看 一天就知道 看面破书 你女儿学你啊 简直是实诚实 前我自己会转 她 我选定 你再赚 也不过年薪百万 你说你当年 又是死皮赖脸 咬住你那个 初恋燕子书不放 现在的百姨燕家 少奶奶 可就是你了 王健达 连给她提鞋都不配 厨房那位 可真是不够看 我男人轮到你 挑三拣四 还有 别提那个已故专 就算她现在 要继承皇位 也与我不关 难道他们说的 就是五年前 那个渣男 这颗人参我刚抓了 绝对合适 成经人参可不得抓吗 真 太真了 怎么会是人工参呢 这药是野生的 你千万都买不到 我爸爸种的 不值这么多 四等货就是上不了台面 人工参也敢送 小子跟人 老崔 给我把这东西扔圆 成本有这份心意就够了 你们不喜欢我拿走 妈 你要是喜欢护肤品 我买十套 动吧 废物就是废物 还要靠女人给面子 辛苦了 一个靠女人 发生活费的窝囊费 做个饭就辛苦了 对了 这顿饭你还想不想吃 怪我太心直口快 妹夫 你别介意啊 这样吧 我老公今天在国昆签约呢 赶不回来 作为赔罪 我让我老公 在国昆 给妹夫找个保安的工作 怎么样呀 就一份五千万的合同 你真觉得自己 跟国昆集团挂上关系了 表姐 你到底在飘什么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你不是一直舔着国昆吗 不还是没拿到合约吗 但我老公就拿到了 就是你家 你说气不气的人 国昆集团队挑选合作方很严格 你确定你老公的企业达到了 下午就签约 就不劳妹夫费心了 我呢 会看点面相 我看你不仅硬堂发黑 要走备赞 你老公也没气上升 这合约 全了 你这个废物 敢揍我老公 我老公来电话了 一定是签约成功了 老公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呀 你到底干了什么 为什么国昆说我家属品性不佳 不能签约 开什么玩笑 老娘的品性跟签 何也有什么关系 国昆怎么说我签就不签啊 喂 喂 你说 这是不是你干的 是我干的 这一提起子书呀 我就生气 你能攀上人家 那是你的福气 人家扎一表怎么了 不是所有的人 都有这个机会 进入上游社会的呀 凭什么不正确 那男的杨伟 可以吗 原来是他不行啊 那这么对比起来 我老公 虽然会在外面找别的女人施展雄风 可到头来 还不是要回家给我钱花 真是个好男人 恭喜表姐 人才两个 妹妹再多说两句吉祥话吧 我老公 刚拿到国昆 五千万的合同 那可是你们用美以求的哦 那就公主堂姐 战胜小字 横扫高五 请小六 他怎么知道外面还有三个 给我查国昆 近期所有五千万项目的资料 哟 人参啊 你那个吃软饭的老公 拿的是人工参吧 几百块钱的东西 也好意思拿进门 催起啊 姨妈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顶级贵妇品牌 灵灵有心了 真羡慕你妈 有个贴心小棉袄 不像我 有个不孝你 千年人参 什么 那不就是个人工身吗 不可能 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千年人参 我天天研究 不会有错 你们看 有人行都快成精了 怎么可能 潘芳 你是个拿错别人的东西了 是人生吗 对 好那就没拿错 我送到室里 是我干的 我承认 我左右了国昆集团的决定 让他们撤销了你老公的合约 真会气人 也许 我说的是真的呢 那我走不远的 扔下我吧 我一定会救你 我们 之前见过 老公合约都没 你们孩子是调情 那你怎么不说你出轨 闭关 人生我拿走了啊 我走了 谁稀罕 你们这门婚事 我是绝对不会认可 你爱认可不认可 我们俩的日子过得挺好 走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秦宜 白天你说我们之前见过 对 我觉得你特别像现在很火的那个男明星 有人这么说过吗 啊 哦 那你喜欢那个明星吗 谁不喜欢男偶像啊 那也行吧 张芳 嗯 你改天约一下你爸妈 我们一起回去吃个饭 你要见我爸妈 崔秦宜 别挣扎了 项目没了不丢人 但你紧追咬着不放 那才丢人呢 我劝你啊 还是赶紧回家 瞧你的小白脸 求安慰一下吧 老公 抱抱我 我给你三万块 哈哈哈哈 你认识七总后 说话连脑子都不带了吗 哎呀 别生气嘛 我是真替你高兴 火了 看到朋友圈你结婚 现场招坠戏的视频 我是真羡慕你啊 你现在都成为我们 居然所有人的榜样了 哈哈哈哈 你干什么 牙上成口纯了 呦 这破鞋配软男 还真是学配 别逼我在别人的地盘上 删你 你怎么来了 这是你 那小白脸啊 给我准备一个房间 是 三姐 从你有约别的 崔潜怡啊 你果然贪图人家的美色 你怎么在国坤集团啊 还穿得这么正经 哦 我来国坤旗下的助农项目 推销我家种的人 嗯 嗯 看不出来你还挺不上镜呢 嗯 你都已经去过我家了 我当然也应该去见见你爸妈 好让他们放心的把你交头给我 我 我爸妈现在都在山里面 山里没信号 联系不到 你爸妈种人生偏扬你也不容易 那等他们出来了你告诉我 我来安排 嗯 那也是学山也是山吧 司徒监 国公之前选定的合作方 因质量问题也被提 这比五千万的项目 各家都在正前 这次招商会是我们军安最后的机会 士兵打下 崔晴怡 公司有你这条棕狗 还真是福气 闻着味儿就过来抢食啊 秦总监怎么连自己都骂 你来 难道不是为了解释 你 我们不一样 国昆的七总 是我的密友 七总一向不出现在公众面前 秦总监有这样的大腿 为什么一开始不拿出来 高级的猎人 往往等棕狗下手之后 一击之 谁是猎人 我们生日以待 走 孙总监 按照秦总监的说法 以他跟齐总的关系 这次项目一定会给他做的 为什么我们还要认去 我们虽然都没见过齐总 但以他投资上的口碑 与雷厉风行的手段 我相信 他不至于因为私人感情 就把项目交给没有实力的人 你一样就请了这些 拿这些废纸 恭喜我们你第二名 更进一步是吧 少夫人在楼下 是吧 我去 我我去给您拿了拖鞋 你的同事对你很不友善 他啊 仗着现在跟齐总的关系 更嚣张了 什么关系 这可是法治社会 怎么乱说话 说是密友 齐总喜欢他这种类型吧 污蔑 我们还在国庚集团呢 说齐总的八卦小点声啊 你老公的八卦 我一直隐瞒一件事 我其实是国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招容会马上就开始了 我这就来 别走 乖 等我回家再聊 就穿这扇梁 无助 在 齐总 招商会准备下 我到场 是 拖鞋好啊 便宜舒服 就怕 这便宜过穿惯了 不记得高时的感觉 这跟门人 一样 让让他 穿10厘米的高歌 还跟我一样高 穿什么 你 今天的招标会 齐总也会到场 因为谁陪我都说了 珍惜这次机会吧 这是你这辈子 唯一一次见到齐总 就是你 军安到秦总监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明明可以直接拿到竞标 何苦让我们白白配跑 让你们见一面齐总 以后好出去吹嘘 别得了便宜还没 确实 要是没有秦总监的面子 齐总 我们哪能见到 既然有秦总监 为什么军安 就让崔总监 随便参与 我的跟班 说不尽是谁 齐总到 秦总 你为何越在资人面前 飘出声音乐 不是说 他是喜欢家族 男人也需要明解 什么 现在有人造我黄瑶 吃瓜了是我老婆 换你你能忍 是谁 我知晓死 有什么比当面对治 更好证明的 我手身如玉无言 我容不得自己 在秦仪心里面 有一丝下刺 燕家燕子说 查到是谁了 燕子说是燕家的继承人 未婚妻是 温家的温默默 燕家后闻国婚的子公 是合同一切 近些年来发展不错 事实超过百低 燕文两家即将联姻 燕家这也算是高胖了 我做资料放桌上 走吧 妈 我带着齐总 来参加今天的招商会 齐总有事 今天不能到场 那我们还需要提案吗 不需要 国婚集团已经根据 参会企业年报 和安全事件 选定了合作者 那一定花落 秦总家 恭喜秦总家 秦总有事 让吴助过来宣布 会理解的 不过 只可惜 这崔星怡啊 看不见秦总呢 吴助 快宣布吧 我们下午还有会议 中标企业围 我还以为在你背后的运作之下 会百分之百落在你手上 害我紧张 穿拖鞋拿合约的感觉 很爽 嗯 池总没见到 但是看见小丑演戏 也不算白来呀 这大把人买票 都穿不到的 秦总 把国婚当戏台子 崔晴怡 坏过好事 你给我等着 你不认识吗 林经理 你不是说七总今天一定会到场吗 怎么怎么来向路内与我 这个招商会 按理说七总不会放在眼里 今天却为他改了好几次行程 秦总监咱们下次一定合作啊 喂 喂林经理喂 拿了我那么多回口 还不帮我办事 这家人哪个贱 我说我是军安的秦师 我们刚刚在那里见过 秦小姐有事说事 我想见一下七总 久闻七总在投资圈的威名 人家很是紧扬 秦小姐你今天已经见过七总 怎么可能 七总穿保安国 七总倒是没有那个癖好 但是我送你一句话 造黄瑶可是要负法律责任 准备定 我作为某名的儿媳 被你回来 我为什么会居家 hypert认我 你不想挨拨 这总裁竟然派这女人跑了 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天仙 值得你跟她一三 五年前 救我命的女人 你找到她了 上周找到的 当天领证 好好 那是个好女孩 她长什么样子 快 给我看看 还没到十号 您现在知道 一定能吓过她了 等时机成熟 会来到家 您说 我自己才 哼 随总监 一举拿下国婚合约 你们部门啊 三季度业绩 不用愁了 谢谢艾娜姐 我也是应酱 杜子什么 项目给你 是随总没有避心 因为我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区区五千万 根本 那就期待秦总 再创新高 秦总监去之前啊 信誓短短 大家都以为要给你庆功 横幅都准备好了 看来是要重新做一本 我 等拍手机走 我名字写在 欺诈部口本上 打你们的脸 哪位是崔仙怡小姐 我就是 这是您的快递 请先收 我没有买东西 高搜飞脸啊 你也有人送奢侈品 快打开 快 这双鞋怎么和秦总监的一样啊 菲林是全球限量的博 国内只有这一双 我的是真的 你 菲林全球只有这一双 有钱都买得好 我的是追求者送的 你 这个快递买价是谁 是一位姓妻的先生 谢谢啊 这怎么结的老公 不就姓妻吗 鞋子啊是好看的 只可惜是双衣服 跟妻总一个姓 却是一双地窗户 不过你这吃晚饭的老公 眼光都是不错 这款是超级的 假货都不好卖的 贤士 我把你当做小丑 不代表你可以一直上餐馅的 嘴臭就去治 有病就去看 你可怕 哎呀 哎呀好了好了 别闹了 这是在公司 站住 嘴上维护 没脸穿是吧 正合脚 国坤项目的庆功宴上 我就穿这双 穿呗 谁假谁当告 天哪 怎么 这是真的 怎么可能 啊 对了 假货的验证嘛 都是报价 你在说什么 这可是非宁的心 我从非宁总部 加急运过来的 这一路上肯定怪我了 哎 秦总监啊 你这说 不会是假的吧 按照秦总监的观念来说 你的追求者 应该觉得你更配地摊货吗 真是 谁假谁尴尬 成风 你给我买了一双很贵的鞋 喜欢吗 喜欢是喜欢 全球只有一双的飞铃 一定很贵吧 我想给你最好的 新衣我收到了 不过这双鞋我不能收 咱们把它退回去吧 一刻也离不开我 有没有看不出牌子的好女鞋 有一百双 一百双 一百双 这怕 不是个女巫镜吗 你的西装呢 西装 是我借的 赶快还回去 你过来一点 谢谢你昨天帮忙 我饿了 我去给你做饭 拿着 买身好的西装 你出去推销重农产品 也是需要体面的 我够花的 别逞强 我今天谈了国坤的大项目 讲经很多的 我想跟你说件事 我 秦姨 开门 我妈来了 快把你的行李帮到我卧室 妈 吃西红柿 这个屌了 连饭都没吃 吃什么西红柿 你个坠血 怎么连点家务都做了 妈 你能不能尊重人家一点 她叫七成功 你不吃 我们吃 她也配让我尊重她 她要有个正式工作 我就尊重她 那晚饭也是成功做的 你也不吃咯 你不玩我 那个 今天晚上 我就睡点了 在这儿睡 不好意思啊 我爸和我妈吵架了 今天晚上 就只能委屈你 谁在地上了 这可不委屈啊 要是被我妈知道 我们分房睡 我就永无安宁之日了 秦姨 有没有多余的被子呀 哎呦 这才几点呀 这不太好 我害臊 妈 下次请敲门 否则你看到什么 我们可不服 喂 喂 这床被子 我爸走了 你们两个 节肢一点 我的被子能玩 今晚 你得不睡起 你衣服穿上 我能问一下 你为什么要找主妇男吗 以你的条件 明明可以找到更好的 比你好 你会做饭 会顾家 穿西装还帅 我不要 那如果有一个会做饭 顾家 穿西装也帅的有钱人追你呢 我不要 什么深情总裁 什么深情总裁 专一精英 都是人设 骗骗小姑娘罢 不是让你不要来接我下班了吗 反正我也才下班 顺路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的实习通过了 太好了 我们就先住下 自书哥 这个土妹是谁呀 自书哥 你听他穿得跟个乞丐一样 就是因为他呀 自书 怎么回事 还有杨问 他又是无聊 他又是无聊 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是黑姑娘 得上王子了吗 那十几块钱的奶茶 就是你家 好了 我就是玩玩 你想当局员 你知道我的 遇见小土妹 就想逗一逗 我妈还在吗 想哪儿去了 对了 你晚上不是要跟我说一件事吗 我 我是想说 我新学会了一个三明治 明天早上做给你吃 好啊 期待大厨的厨艺了 你好像很难过 如果当个全职主妇 能让你开心 我可以当一辈子 我妈还在 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人的品位 林薇 你来写 卡雷布姆 布姆 您就别跟风哥生气了 她也只是一时被那个老女人迷惑 那个女人要是不同意离婚 我帮您处理 谁说要离婚呢 我母 您回国 不就是为了阻止风哥犯傻的吗 林小姐 说话注意言辞 我的傻儿子 不是谁都可以忘了 哎呀 我母 我也只是一时着急了 好了 把这些 都给我包起来 是的 七夫人 我母 你真好 这些我都喜欢 你喜欢就好 你喜欢 我儿媳 一定喜欢 来 把这些全部包起来 送到军安国境 不不 这些不会都是 买给那个老女人的吧 林小姐 我期待的儿媳 你可以称她其少夫人 或者是总裁夫人 下次如果还不会 我就找你的父母 走你 好了 把这些全包了 希望儿媳 吃饱礼物 会变成奔和威胁 这个贱女人 有点本事 我讨好这么多年的 齐伯母 才回国一天 就被她拿下了 喂 帮我调查一下 捐子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哪家 弄送你的吧 哇 好大的手笔啊 这得跟不电面了 老大姐 这最少都得三万块了 这不是咱们军安 有史以来的最大排场 嗯 谁的球啊 快拿走 别不能惨人了 当然是秦美人的呀 啊 秦总监 你接手者送的 哎 美丽的烦恼 崔总监 你有选项 我送你吧 秦总他 他当天下午领了证 所以 我儿子现在是三万一个月被雇佣的家庭主夫 还是他主动一致 没 没错 秦总他经过监护却主 才得到这个机会 人为财死 鸟为说 别怨我秦总 他现在 还在我儿媳家 是的 夫人 这个地方 秦总应该已经起来 为夫人准备把咱们变当 并且 成为好家务 你们在干什么 干了多点活就累了 你男人不太行 妈 哪有你这么用人的 现在才早上八点你就让他做家务 八点还早啊 真是惯的你们 妈 他昨晚跟我在一起操劳得累了 可以吗 你 你们 男人怎么能说累 我不累 我还能 闭嘴 我昨晚给爸打电话了 他一会儿就来接你 您还是回家折磨他的 我不走 我待得好好的 您要是不走 我做什么 可就不一定了 你要做什么 你看 我们克制不住的 我可不管是什么场所 脸都不要了 我 我立刻走 看吧 我对付他有一套 嗯 这是别人送你的 不太好吧 没什么不好 只有我人排到了三里屯 那那我要一个个的打理吗 我这个人还挺大 那送你了 谢谢秦总监 秦总监 你要不打电话问问 这要是拿错了 得多尴尬呀 爱打起来 整个圈啊 除了我 谁还能配得上这几十万的高定 哪不成 是这已婚妇女 就是 秦总监自从结了婚 哪还有市场 怎么还有人送礼 别带上我 这些东西如果是你的 就赶紧拿走 挡挡 还有 请问你们谁是 我的 让我看看 是谁的 您是崔情义小姐吧 这些都是您的母亲 赠予您的 抱歉搞错了 崔女士 请查收 您的母亲对您疼爱有加 买下我们店铺 全部货品 送错了吧 我亲妈 别不可能搞出账 难不成 是哪个不活 想要任我当赶紧 这位夫人尊贵无比 她有亲自到场 人吗 夫人可能还没有到 是哪个不活 我又要 我又要 我就知道不能信 你 你穿这些出来干啥呀 给我老婆送饭 秦总监 麻烦你把我的礼物捡起来 我还没得上 哎呀 我还没得上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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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没办法 啊让你随便听我一句 谁稀疏 我的亲公也别忘了我来参加啊 你妈可真厉害啊 哎 他摆了晚了 顾自讯要舞女深情 就是 迪奥999 好品味 喂妈 虽然我觉得不可能 但是 你是不是给我公司寄来礼物了 我寄过去离婚大礼物可以吗 再见 孙总监 有个大客户指定你来对接 是个帅哥哦 好久不见 秦也 上脸吃个饭 我只是啊 想远远的看下儿媳妇 不会暴露你他 妈 你和行医的直线剧不能超过来用 你还送他一车礼物赶牌上 你是想我怎么让他解释呢 我这么做 还不是为了你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天天在你洗衣家做什么 三万就可以让你为他洗衣做饭 做无业游民了是吧 你妈送礼物呢 就是希望他能够救他 嗯 无处告诉你 这个女公管 我您查到了 妈 您真的不能再靠近他了 我要是现在表明身份 会不会立刻赶出家了 那对 对 和五年前一样的美质 这么快气 别 妈 别回头 妈妈 哎呀 过来 那膝盖还挺漂亮的 别紧张 我知道 你妈的这张脸呢 会让她误会 她还不见了 你就告诉她 我 是你好姐姐 金野 你变化真大 你以前不爱打扮 也没有事业上的野心 现在居然崔总监 又美又强的名声 就连我都能听到 你变化也不少 众文不少 你不要调查我 人哪能不老 我当年年轻气症 做了不少傻事 现在想想 也是后果 我懂 男人至死是什么 这张 我前与你们 那道悲伤 肯定是通路 我 二嫂 年轻气症 我帅大叔 你习这儿 你显然过不行的 听说你最近拿的 国困的项目 你应该早点跟我说 以燕家跟国困的关系 五千万的项目 我不得适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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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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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吃吧 你先冷静一点 难道你又过去 给你媳妇介绍 你就是她吃软饭的老公 叶总 还有什么别的事情 两个印 我想为当年的事道歉 这个项目 合作方我可以优先考虑你 叶总的项目很诱人 不过特权 也不需要了 因为五年前的事情 我已经忘了 好啊 你忘了就好 那下午 去你公司洗凉 喂 老婆 我腿断了 什么 我还有时间走了 我老公腿断了 你结婚了 听见没 她叫我老公 齐晨风 你既然为了你老婆 和渣男见面 装病 走住你自己 舍不得腿 套不着老婆 我先走了 管你滚 哎 哎呦 哎呦 嗯 承波 你怎么样 怎么没去医院 医生说脚崴了 需要休息一整 不是说腿断 太害怕 说夸张了 因为很疼 你干什么 没事吧 哎呀 我去拿云南白药 哎 对不起 是不是耽误你工作了 并没有 你来电话的时候 我正在被一个 晦气的烂男人缠着 我就要忍不住了 忍不住什么 不说了 你会害怕的 等着 秦怡 你周末要去国棍酒店吗 是啊 我同事说 他跟七总 要到了一个包厢 就是你见过的 那个七总密友 是真的 秦怡 他呀 就是想借着我庆功宴的机会 炫耀自己跟国棍总裁的关系 来 你要去吗 去啊 有大冤种愿意花钱请我去几个一门看的酒店 我怎么能不去看戏呢 我不止去 还要开开心心的去 喂妈 周末我请你吃饭 国棍酒店 你也有空请我吃饭 不做家务了 过来 我帮你洗澡 洗澡 嗯 不错嘛 来吧 睡了一个山丹 当时出血一定很严重吧 五年前我出了一个事故 受伤很重 那当时害怕吗 一开始很害怕 后来 被一个女孩救了 她明明自己也害怕 却还一直安慰我 我就不怕了 喝了 后面看完了 前面够得到 谢谢你 宝刀未老啊 记起你了 冲锋 帮我拉下拉链 快啊 嗯 我美吗 美 就你的女孩美 还是我美啊 都美 美 老婆大人 虽然我不知道 哪里惹你生气了 但小人知错了 求老婆大人原谅 还是这双鞋最配你了 外国卖人是那 合作商代购的 对不对 好气派啊 亲家 多亏了你的关系 才能让我们在这资产 上一个国婚酒店聚餐 的意思 这张瓶链 是七总主动给你 带你们见见市民 这怎么见了 秋天宴 你干嘛这么费心 我就是要他知道 他费尽心思得到 我唾手 好不容易扣人 自己的关系 打到了瓶链 今晚 又跟七总在同一家 酒店 七少夫人 不是我 还能是谁 哎 宋总监你来了 哇 今天晚上你也太美了吧 家人最已婚妇女 穿这么瘦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的年纪比我会大 情诗几间 今天这大火的日子 大家快进去吧 我啊还是第一回来国婚酒店 快快快 好的 请您出示身份 什么意思 你现在没见你能管这么严 是这样的小姐 今天国婚酒店有贵宾到来 我们要确保他的安全 请您见谅 是七总来了 无可封号 一定是七总 只有他来才有这么大的口 哎 到了到了 这后脑勺都长得很圆 一般疯了后脑勺 当然不一样 就硬夸似的 天生姨 你是不是翻白眼了 你以为天黑我就看不见 七总看我了 七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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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总监 七总肯定认出你了 快给他打电话 我一会儿跟他私下联系 你跟七总真的很熟 为什么每次见到他 你都这么激动啊 当然了 我们现在站在国婚酒店 就是证据 艾达姐不会怀疑我吧 好吧 七总这么帅 不激动确实很难 真不应该听信传言 那群人说 七总身高不足一米六 四十多岁 怎么还不敢出来见人 我差点都喜怒了 嫉妒他的蠢才 胡说的 七总今年二十六岁 而且长俱帅 什么 这么年轻 那他为什么不出现在公众面前呢 这种条件 活脱脱国民老公啊 也就是我告诉你们 七总五年前 遭到绑架 差点被撕票了 后来 被七家送到了国外 前阵子才回国 老七总 怕他再被盯上 一直保密他的外幕特征 有钱人的烦恼 你们可别讨他主意啊 不敢不敢 放心吧 给我我的毒药 只有你把他当了 明小姐 你说 风哥给一个女人升级到紫西东来 还免单了 是 帮我送他一瓶酒 一瓶他这辈子都配不上 就算是风哥送的 我倒是要看看 是哪个贱女人跟我抢男人 是 就是你 跟我抢男人 没人坐缘了吧 没有人坐 既然你收了我的酒 就是我要照顾 不过如此 风哥怎么会看上你这样的梦 你今天得有四十了 小小年纪嘴都推荐 你的风哥 扔在地上的看法 没有事 怎么 不敢承认啊 不敢承认自己老牛 吃嫩草 考验我的光的手段 多于男人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但是 男人一定不喜欢动鸭子 你 你什么你 老牛男是国婚妻子 并得教你的 你是谁啊 才是跟我吊枭 你怎么打人呢 我叫明威 是国婚妻成人的未婚妻 这算什么 两女争议男 正宝 打小三 黄文怨这是了 长得不起 一模 妻子 蓝眼糊涉 我压婚妻小姐 有 独中 一拙得开 秦总监我都吃素了 王子 只有我才有资格做活坏的少子 你只是第三者 这种是我的 这全力要成为你 什么呀 你看 你看我说的吧 这才是我儿子 打扮起来 应该初恋帅多了 你媳妇站倒 肯定会比你死 对了 你穿这么帅气 对你老妈 有什么事吧 秦怡的公司 在楼上开秦工业 他们公司有个女人 又组造我的朋友 我不太方便出面 您去帮我澄清澄清美 我的情依眼里都要不清白了 去啊 怪不得今天找我 没事的时候不让我起来的戏 有事的时候 愁你老妈了 主理人不好了 刘小姐找到夫人打起来了 妈 你别动 等我 来都来了 怎么可能不动呢 你放手 你先放 要不一起放 我数三二一 三 二 一 你个贱人工业我的疯了 你做什么货子 要不是你我们扫联姻了 他就喜欢我这款 不想带他死的地 我杀了你啊 痛快痛快 老婆 你 你没事就好 你怎么来了 你的脚 谁 疯干吗 是我的老公 你的脚 没事了 这大晚上还打扮得光雁照人 来久遍啊 我的脚全好了 云南白老超厉害的 今天正好有人邀请我 参加人参种植交流会 就在楼下举办的 刚结束 我忘记告诉你了 好了也不能跑啊 为什么戴眼镜啊 你近视吗 用来装成熟 来的人年纪都挺大 还挺适合你的 既然来了 带你见下我同事 别害羞啊 仙人 你给我倒这儿 下次把你脸撕下来 快快快 打完了 谁赢 当然是我们秦总监 没看到那位送酒小姐跑了吗 脸花了 说是要去医院打破烧风 牛 这位帅哥不会是崔总监的老公吧 大家好 我叫齐成峰 崔晴怡的老公 三万好值 也就脸还可以 不过 崔总监你没少花钱打扮小白脸吧 这套西服可不便宜 这手表 怎么算是真的 嘴见手也紧 你敢打我 手不要了说 哎 今天大好的日子 咱们别动气 晴怡 你老公来的时间正好 咱们坐下来开席 来来来 来 齐总的后脑勺 齐总 齐总在哪 啊 我说的是崔总监老公的后脑勺 跟齐总一模一样 对了 连性都是一样的 真的啊 哇 哇 齐总为大家免费升级最顶尖的紫细东来包箱 尽管它消费全免 我听过紫细东来包箱 只有资产百亿的人才能申请 那齐总有说是因为 帮我跟晴总说一声 他的心有收到 是 上菜 今晚我们大家聚在这里 受了庆祝崔总监 签下国坤集团订单 让我们敬崔总监一杯 恭喜 恭喜 谢谢大家 恭喜 谢谢 谢谢 来 齐总监 我敬你一杯 毕竟 我们年龄相同 但是你的业务能力 我还是很敬佩的 难得啊 听到你说我一句好话 可能人得到了多了 就不在乎这点盈头小利了 晚上好各位 这是齐总送给大家的一瓶蒙酒 请各位品尝 罗曼康蒂 这一瓶酒 就是一台车 天哪 这么贵 秦总监 齐总对你可真好 哎 我听说 齐总和明家的名为小姐 有联姻的打算 没想到被你 节足先登了 霸道总裁 爱上我的情节 居然发生在秦总监身上 各位 赠酒人到了 齐总 笑话 唐一哥星又怎么样 一个是高高在上的 国坤继承人 一个是靠女人养的废物 天让你去别 可是这后脑甩 齐总我是不可能认错的 我们每周都约会 他的每颗质 每根头发丝我都认识 又在我黄瑶 在我老婆面前 无我清白 你真的见过齐总吗 当然了 小废物 这全京城最顶级的包厢 紫棋东来就是证据 包厢还满意吗 秦义 验子说 挺巧啊 不巧 我特意来看你的 这个包厢就是我给你订的 果然很配你 怎么可能 这明明是齐总给我订的 齐总 我确实托 秦总要了紫棋东来 他为了帮我 自己还挪到了别的包厢 真是的 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到底在哪认识这群神奇宝贝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说实话 挺爱神 还在耍性子 我也是觉得你配得上最好的 才给你生的顶级包厢 秦总并不是谁的面子都给 也就我们燕家 能张这个嘴 哎呀 秦义开玩笑呢 燕总的好意肯定是领的 燕总 请上座 你是 崔青怡的老公 秦义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长得帅的 不过 你年纪也不小了 怎么能看人长得好就结婚呢 也得考虑一下对方的综合实力 长得好看就行了 我就喜欢长得好吧 男人啊 有钱能装出来 对我好也能装 只有长得好看装不出来 与其和你这种丑的在一起 出鬼恶心王 还不如找个长得好看的 在家里赏心人物 崔青怡你别 说得好 果坤夫人 不知道您在酒店 没去拜访您 是我的失误 我是叫你别动了吗 你管我 没想到与家父几年前见过你一面 您还记得 让我不上荣幸 你是哪位 呃 我是燕家 不重要 果然是个妙人 我就喜欢你这种快言直语的 帅哥有什么不好 至少赏心悦目 守着出轨难 那才叫痛苦 夫人 我也喜欢帅的 有自知之明更重要 谢谢夫人夸奖 夫人请上座 这不是你该坐的位置 别再给崔青怡丢人现眼了 如果我得要坐 那我就不客气了 啊 不需要客气 来啊 痛痛痛痛 痛 你敢在夫人面前动手 来人 把他给我赶出去 你们抓错人了 是他 你也配动我的人 夫人 您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燕家跟国庚合作很多年了 我才是您的人 捂住嘴带走 太恶心了 我的人 同样姓七 他背影 确实跟七总有几分相似 难道说 夫人 七先生 和您还长得有点像 好看的人 多少都有点像 是吗 能跟夫人相似 是我的荣幸 笑起来更像了 我还有些事情 先走了 秦一 我们下次见 夫人慢走 我是被鬼上身了吗 这狗腿子要是国坤七总 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唉 这一晚上 笑得我是害那种假背的 秦总监 你刚刚为什么不跟夫人说 你才是七总的女朋友 你看崔总监被夫人一顿夸 连她老公都跟着沾光 难道我也想挨扒着吗 嗯 我和七总是地下恋 她说现在不是公开金家长的时候 嗯 也是 毕竟七总经历过绑架 恋情不公开 也是为了保护你 七总这样的万一总裁 结婚会引起国坤股价动荡的 你别难过 夫人 连翠青衣都能看得上 我一定也可以 习总今天心情很好呀 很明显吗 哎呀 不明显 就比如说 南极英川 透热带迟到的比较好而已 罗州啊 再多说一句 南极中处 等你播客 燕家的项目清算得怎么样 已经合作完毕 中止观点全部合作 把缅北进口的项目交给他们 要求负责人 必须振扎缅北 是 天莲王婆的感觉 来了 缅北 怎么可能 七总亲自下令 解除跟我们燕家 所有国内合作 爸 你去找夫人 求夫人帮我们 没用的 夫人根本不见我 我们没得选 只有缅北的项目可以做 你必须去 爸 爸 喂 叶先生 有什么重要文件必须要多了 昨天国坤酒店里 我 我得罪了国坤夫人 今天国坤要我 必须诛杀缅北 你不是跟国坤夫人聊得很好吗 你帮我说几句好话呗 我并不认识国坤夫人 他昨晚和你走后 也立刻去走 不过我有件事可以帮你 什么 服务员 服务员 开瓶酒 给你剑行 喂 莫莫 我们见一面吧 我让你把行李搬到我房间 你三分钟就收拾好了 有备而来 嗯 嗯 结婚那天就准备好了 死 只要能搬进来 色狼我也染 老婆 来 来 嗯 好黑啊 害怕 我信你个鬼 哎 哎 哎 各位 今天给大家介绍卫星同事 大家前两天应该见过 我叫明威 以后我就跟着崔总监了 女女相争 杨吉尺 秦总监年纪大了看不清路马 小型摔倒发发了脸 林大姐 你还真是疼我呀 送给我这么一个麻烦钱 帮帮忙忙啦 这位大小姐下班 非要进军啊 人家有钱爸爸张个嘴 咱们大老板就同意了 我总不能放着他 在骑士手下 看看他们两个司令吧 随着你见 就辛苦你了哦 只要不见血 随意 嗯 随意 是 哎 你这面色红润有光泽 最近吐出什么好的 瞎说什么呢 谁 哎 年轻得真好啊 酒量那么差 还喝这么多 晚安 老婆 你别走 我留下的话 你希望我睡哪儿 我要你卸妆 嗯 公主请卸妆 我不舒服 我要穿睡衣 好好好 我去拿 今晚之后 我一定能成佛 装身尘 你醉了 你是不是男人啊 嗯 谢谢 哎 问你个事 秦师今天什么神经 秦总监结婚了吗 他没结婚吗 嗯 没这么说过呀 难道他和秦总隐婚 秦师如果跟风哥留一阵 一定会炫扬得无人不知 不会人气吞声继续打过 那 居然今年还有神经 居然今年只有一个人办了酒席 那就是崔总监 是谁 风哥吗 是我的老公 喂老公 我点外卖就好了 不用飞送过来的 外卖没有厨艺好 吃我的 那你等我一下 我下楼 是他的话 可能性确实已经是大 不管是谁 我都会让你后悔 当初卖他们想吃天鹅肉 看来是我想多了 风哥哥娶的还是秦师那个贱人 他看男人的眼光也太差了吧 这是又在等爱心午餐啊 真让人羡慕 小王 你这不是也有吗 我这 这是我妈 给我做的爱儿午餐 你老公来了 那我就先走了 这周围都是我同事 想我了没 想你的饭 那 那我走了 崔总 这是你老公送的 是啊 以崔总你的外貌和实力 明明能找到更好的 为什么要找这种男人 老娘喜欢 你管好你的七宗 再来指点别人吧 靠 你就不配好男人 崔晴怡的老公 你不是给他够饭吗 怎么在这儿 明小姐 小王怎么能配上崔总监呢 崔总监的老公 可是个仙人大帅哥呀 我这儿有结婚视频 你要不要看 那个欠桑啊 谁愿意想 喂 亲爱的 你咋下 一千三万啊 谁愿意 再看还是觉得好帅呀 觉得帅 咦 那你也招一个吧 那可是三万块 招不起 林经理 你好坏呀 你明明答应跟人家介绍的 机会有的是 不过今晚 你得好好陪陪我呀 又想用 带我认识西部机会 赞我平 这个烂 那我们今晚 民主会所不见不散 你干什么 见着 有了风哥哥还跟别的男人亲亲窝窝 明小姐 你不要因为嫉妒 我和七总的关系 虽然诬陷我 再说了 口说无评 你有证据吗 你觉得七总会信我 还是会信被抛弃你的 我 哎 亲事已给我等着 今晚我一定让你精神被赶出七家大门 七总回国之后变身大忙人啊 约你五次 终于肯赏脸出来陪我喝杯酒了 我今天晚上只能待到九点钟 瞧你那副样子 不知道还以为你家里有女人管着你呢 我老婆在家等我呢 老婆 老婆 你结婚了 跟明威 瞎说什么呢 我就没把她当成过女人看话 那是谁呢 哎 你不是不计女生当和尚吗 怎么 还俗了 你这结婚办酒席 怎么没叫我 不把我当兄弟 啊 你控教你 哥们闪婚 啊 你这回国以后不学好的 竟学坏的啊 学人家霸主玩闪婚 哎 我今天晚上见你 还是借口见客户 等 还有半个小时 有啤酒放 我有那么见不得人吗 经理 上酒 半小时倒计时 开始 小爷泡巴的 你还在上小学呢 喂 你好 我是七成风的客户 七成风 喝多了 你要来接到的话 就来明珠会所三个八 来接到吧 挂了 这你打疼风 你再给他看看 是像什么样 好啊 卖人生都卖到会所来了 七成风 你真是出息 没想到 今天会遇见那位大人物 赶紧不服装 你确定里面的是国坤权的七总 我听 那个人叫他七什么的 还聊到了国坤集团的业务 不是那位 还能是谁 成风 见的是国坤的七总 现在收到晚 不帮我走 里面的男人 是我们姐妹的 我对你们的目标 不感兴趣 我来接人 你说接人 他接人 穿了拉脸拉盘装 谱姨 有钱的 我们见了几十次了 老婆 你怎么来了 你还记得我呀 七总 嗯 怎么回事 七总 我们来陪你 那个七总果然是个爸爸 公司 哪有什么 才没有 我一点都不花心的 我说七总又没说你 不过 你要是认识 你今晚就变管 脱了我突然 老婆 我好想你 回家 林经理 你带着人家的事 可一定要做到 放心 七总跟我很熟的 把你引荐给他 分分钟的事 先生 你竟然敢出轨一个老男人 先生 你现在还敢小便 说你没有背着风格出轨吗 我们只是在谭工做 好 谭工做要抱在一起 林小伟 你好你好 你是 哦 我是国会的民企 咱们之前见过几次 好了 你不但出轨 还是出轨风格的员工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让他跟你离婚了 你过后方是你 你要是敢分立婚情才成 你看我告诉你 平婚 七总结婚了 你怎么能试试 平婚 有老婆 还和老婆在同一家会所里面分离出国 七总正了吗 我不会 我才乖的 我没说你 喂 喂 谁啊 小妹妹 问人之前先自报家门吧 然后名字你给我记住 我叫你 哎哎哎 慢点慢点 这边这边 喂 喂 不是前来叫他吗 那你是谁 我我 明小姐我是冤枉的呀 就算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给七总带领帽子呀 都是他 是他一直缠着我 让我把他介绍给七总的 哎 原来你一直都在装兵骗了 我也没说我这七总的脑袋呀 怪我理解错误事 还还发我的脸 你知道我的脸是多少惨吗 保抬货 赖蛤蟆就不该痴心忘心 编箱话之前先照着镜子看看自己配不配 哎 你 哎 我早就说过吧 这条登天之路很难走的 你看这事弄 凭什么 凭什么他们可以 我不行 我叫齐成风 不愿意 隐藏身份 三万块给他当小白脸 风哥 灰姑娘的游戏很好玩是吗 那不介意我也参与吧 齐成风 现在零下午 咱们一定要看这个夜空吗 我 我醉了 你不让让我 别以为这个理由就是免死精彩啊 这个夜空 特别像五年前的那尾 特别像五年前的那尾 别出声 我去隐开他们 把我交出去吧 他们有钱 不会杀我的 你看过他们的脸 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别怕 等我 你是说 你之前出事过的那天吗 嗯 那天的天空特别黑 看不到什么星星 我当时想 我要是活下来 一定要找他看看星星 找到他了吗 找到了 虽然他不记得我 不过 我这么帅 他应该很快就会记起来吧 他 他 他 越听越像某些言情电视剧 你现在就是那样 以身相许的男主 哎 老婆老婆 让你当女主 行不行 去找救你命的白月光吧 哎 老婆 再等会儿 星星要出来了 你自己个儿看吧 或者召唤那个救你的女孩一起看 还有 金娃 你给我搬去你自己的房间住 别别别 你别动我 梦开 所以 你动用自己的关系 拿到国坤新项目的竞标资格 然后让军安得到这次名额 没错 既然我身在军安 就要为公司做点事吧 好 那你可以把项目给别人 为什么非要选我 哼哼 看你顺眼 七成风 不是想瞒着你玩纯癌姐弟恋吗 那就看看 见到你百般维护的男人一直在欺骗你 是开肩还是恶心 别让我失望啊 崔晴怡 走吧 你说我这钻耳素碎头疼的要死 这有老婆啊 放下我一个人就走 是吧 活该 灌醉我还叫我老婆来 你真出息 我这不就想进去嫂子嫂什么样啊 不想刚刚让你一年早会放心 对自己的 是是 千万别掉 哎 有你这种花心的朋友 你觉得我老公放心 爸 人生公交 你这办公室空调怎么回事 出坏了 饿死了 总裁办公室 总裁办公室 没错 以我跟七总的关系 项目可以免他 七总不是一直对外隐藏外貌信息吗 我还是先预约再见面吧 我虽然昨晚见过他了 不过 这位浮夸总裁 还是不见面比较好 你不用 我想 他很乐意见到你 人呢 人呢 朋友 明威 你怎么在这 我也回国了呀 老公 完蛋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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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絮 哇 去热死了 这 先生 八方式姑娘坏了 我已经去到半个小时 你跟唐少先去飞议室 走吧 你在公公干什么 我 我 你 啊 齐总的结婚了 还跟您的美女不请不出 呃 哦 你是说他们的 对啊 我昨天晚上去接营的时候 就看到齐总昨天入宝 算了 不提躺度 你背着我在隔坑干的 别跟我说是淘水 我 人工生卖的不景气 我找了一份新工作 今天物质国宽成为一名业务 好业务 有汗里不能不穿外套啊 是吓得冒汗啊 我明明答应你 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不出来工作 你会生气的 男人 现在是二三年 你能找到工作证明你有实力啊 我为什么要做 况且 你会因为找到工作 就不做家务了 不会 那就好好干吧 记得回去穿外套 嗯 哦 会了 防着大伯的起走 感觉他 不太正经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这明大小姐耍我是吧 我跟你说啊还得是我反应快 你一个眼看啊我就知道我干嘛 明家管不了你 我不介意帮他们 风哥你别生气嘛 我也就是一时着急 我就是觉得他不知道你的身份还对你指手跨脚 心疼你的付出啊 啥玩意儿 你这又闪婚又隐瞒身份啊 哦还是你会玩啊 乱说话 哎 我对他不是玩 风哥 他知道你怎么做吗 你没有自尊吗 你听不懂人话是吧 以后不准出现在崔晴怡的面前 厌价的下场你是知道的 哎 好了好了好了 你不容易知道 因为 别挂着 我咋 呃 呃 呃 说吧 求我什么事儿 不帮我吧 莫莫 我不想去棉北 哎 棉北多适合你啊 你比那里的诈骗犯啊都会骗人 还敢来求我啊 你背着我去找崔晴怡的事儿 我会受到风声 我错了莫莫 这一次你只要再帮我 我绝对不骗你 我对你的话说一波 好 最后一次机会 最情谊 我要让他没有翻身的机会 什么意思 人都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 而你是略登马 是狗改不了吃屎 既然你改不了 那我就只能把他毁掉 设计断了你的念想了 他没了 你就什么都有了 考虑看看吧 秦总监不去开会吗 有好计要考 所以我去崔总监 还是跟我们一起考 燕总 你不去缅北驻扎 反而出现在军安国际 这不是巧了 不巧 我刚刚签订了一份 五亿的让利合同 条件是 你离开军安 你花五个亿买我离职 你是脑子有胖吗 你为什么不直接把钱给我 我只要十分之一 喂 成风 你老婆被燕子书 赶出军安了 你赶快过来 今天是你最后的期限 不要闹得太难看 收拾东西走吧 燕子书 你既然在以前全压人 就不要给我装出一副体验的样子 多恶心 我崔晴怡在职场这么多年 离开了军安 陆冬的事 不会有燕丽公司会用的 我们燕家的订单 比你更有吸引力 老娘让你很久了 你打 今天过后 你将一无所有 包括你养了那个男人 既然你这么爱装逼 我怎么会拒绝你呢 当然是满足你了 不 崔晴怡 我告诉你 今天只是个开始 这是老板决定的 我去劝了 但是 你不用道歉了 跟你没关系 居然只有现实一点 才能在市场上面跟我们下去 爱大姐 上次别人送错的礼物 麻烦你要帮我再存一下 施主很可能会回来呢 好 要我说 那些东西就是送给你的 怎么可能 我要是真有这种财大气粗的妈 我还能被燕子书逼走 瞧瞧 多可怜 连走前连箱子都没有人替崔总监理 叶子书没有按照约定去免美公司报道 她应该是背着她的父亲 拿温家的资助想不利 那就带着温家一起死了 诶 那不是夫人吗 秦姨宝贝 下午好 夫人 下午好 这是 要离职了 不知道夫人大驾光临 我们也没有提前做准备 唉 我们崔总监今天就要离开军阳国际了 因为燕总他 秦姨离职 是你在捣鬼 不是的我 燕总他和我们军阳国际签了一份武艺的合同 他之前应该是和秦姨有一些口角之上的不和 他希望秦姨离开公司 我们居然也是避于无奈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商场上有一些不和很正常 我只是想让他回避而已 是吗 秦姨 燕总啊 不过是行 以全压人之举罢了 把我赶走 到我的后路 至于回避的方法嘛 应该就是比我远迟罢了 区区五个亿 怎么配得账行义呢 这份合约 五十个亿 配他 刚刚好 这是给我的 你上次国坤项目做得很好 所以这份全线产品合作 全部交给你 是给你的 可不是军安 秦姨是我们军安国际的总经理 合作 当然是我们军安国际来做 爱达姐 这件事什么意思 崔景仪现在由总监 升至为总经理 其实你以后是崔经理的首相 米其林 你给我求你 燕总 我们的合约 看来是需要延期了 如果你还有需要 请找我们的总经理上来 不需要 终止吧 夫人 我还有事 先告辞了 让你走了吗 缅北你不愿意去 可以 以后燕家和国坤 所想都终止 燕家跟国坤合作三年 你怎么能说气了我们就气了 这不是端我们的生路吗 当你拿合作断别人后路的时候 你只能没有想到 自己会有经验 我 秦姨 我错了 你帮我说这好话了 燕子说了 我不是生活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的 对了 别闹得太难看了 快收拾东西走人了 你这个贱人 带上监控 中间警察局 带走 老婆 我回来了 老婆 你没事吧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也不是个小心眼的人 今晚让我回房间睡 我就原谅你 好 这辆车给你出去跑业务 你找到工作 我升职签约大单子 双喜临门 喂 你哭了 有这么感动吗 哎 齐总 您看这把钥匙 都快了一上午了 好看 爱看 爱看 是好看 总裁夫人的眼光真不错 这辆车呀 和你 简直太奔馈了 不住 你没有对象啊 不懂老婆送你一辆车是什么感觉 生活费三万一个月 花费另算 还送几十万的车 哎 我不会懂 哦 把我的车 路上二十四小时 无死角健康 不能有一丝划痕 好 使命必达 好 齐总 可算是把汤匙耍开了 喂 醒醒啊 我在外面经历生死的 你在这里睡得日夜不分 还说什么 渣男不值得 你也是渣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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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一起来的那个男生呢 他被家属接走了 果然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我妈在我出事后 害怕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就把我送到了国外 五年后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你 所以 那个男人真的是你吗 是我 你跟我结婚 是为了报恩 一开始是 但 好的 我知道 不懂 天亮一圈 说再见 笑着泪 流氓面 心引着 应该 你的 更好的 西总 他们已经招了 是严家派人想教训一下 全业内封杀业家 谁跟他们合作 就是跟整个国康为敌 把严家违法犯罪的证据 交给监察局 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是 我一定会救你的 小爷可是退伍军人出事 就这棒子 你老也不要 没事吧 没事 五年前 那个渣男是不是你 我 渣男 博坤集团的无助理 你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小区 我来给其 乘风业务员 送一个文件 文件落公司里的 我去送他们进局子 我们回家 我的星空 五年前 那个丢下我的渣男是你吧 我 不是 我没有 我被分手已经够难过了 结果又碰到你被绑架 害得我也被绑架了 我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去帮你 结果你居然跟我玩消失啊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难道不应该是相拥哭泣 护许终生吗 喂 我让你陪我吃个饭 有这么难吗 妈 如果你拼命救过一个人 他却一声不吭地消失好几年 你会 我会把救他的命 赠拿回来 哼 秦义发现五年前救的人是你了吧 觉得你是为了报恩 才跟他结婚的 嗯 他回岳母家都不带我了 这恋爱女呢 怕缠狼 你缠着她了 你媳妇不可能当着她爸妈的面 把你赶走她 谢谢妈 哎呀 一点都没有我当年的风采 妈 我买菜回来 不是 你的感激我收到了 但没必要在我们家当牛做吧 你觉得 我只是为了报恩 否则是因为爱情 我今年三十岁 不是二十岁 三万块钱一个月不变 以后 对外 我们是夫妻 对内 我们保持距离 那你睡了我就不认了 不认 文确也不穿 前夫哥 怎么不自己才行 喂 我什么时候变成前夫了 从你说要订紫七东来包厢开始 我是不会为你求国坤夫人要包厢的 不用你求她 我自己可以拿到 你明天晚上到场就好 不仅仅是那个包厢 整个国坤酒店 只要你想要的 我都可以为你拿到 你好像不太清醒 吹吹风吧 好绝情的女 吴主 现在开始空下紫七东来 明晚我要宴客 老公 唐妹家那个吃软饭的 虾猫撞上死耗子 竟然进了国坤上班 他们今天 还说要装逼 请咱们去紫七东来包厢吃饭 那个包厢 可是连你都无权进入的 那小子 不知道打哪 听了这么一名字 就敢拿出来说 怕是连大门都进不来吧 走 两位贵姓 今晚预约的是哪间包厢 姓崔 预约的是 说吧 反正他敢往外说 丢的也是他的人 紫七东来 定的是这间 稍等 我去证人一下 卡伯是骗咱们的吧 要是一会儿被赶出来 多尴尬呀 宝贝放心 虽然我进不去顶级包尖 但是上下的包尖随便挑 不会给你丢人的 谢谢老公 紫七东来 两位请进 什么 你们注意点 这不是在你们家 真是 捉住昨天的身份了 嗯 有点 好 那等你 准了我再请 你那女怕沉了 别坐下 把醋给我拿来 妈 你想用自己的 坠绪 我就不能用了吗 你唐姐头昏的时候 你就在养这个废物 你唐姐是二婚了 你还在养这个废物 你好歹现在也是经理了 能不能把眼光提高一点 真是要活活气 唐姐二婚 所以你也想要我二婚 有什么不可以 女人只要懂得放弃 那上进的男人啊 大把随你跳 妈 成风他已经找到工作了 就在国坤其他 虽然只是一个业务员 但是他不是不知上进的 业务员而已 人家崔玲的新老公 那可是在国坤集团办婚礼的 那是什么地方 门槛要上议了 业务员 依旧是个废 国坤酒店而已 我也可以 你说什么 他害你啊 我说的是国坤旗下的顶级酒店 对啊 国坤酒店的紫棋东来包厢 明晚我做东 宴请唐姐一家 当作对他们的二婚追负 怎么样 好呀 如果你是在吹牛 你必须跟我女儿离婚 放她走 明晚紫棋东来见 紫棋东来欢迎您 明晚 这是紫棋东来 这是那个小白脸约到的 我也不知道啊 我给秦姨打电话 她没接啊 喂 夫人晚上好 秦姨宝贝 晚上好 我想麻烦夫人一件事 紫棋东来能借我一晚吗 今晚我儿子 今晚我儿子已经约好了呢 我是你的话 他会认出来的 可我并不认识齐总 谢谢夫人 我跟家人去别的酒店 你家人在国坤酒店 等我 老婆 你果然念着五年的羁绊 不想跟我离婚 你偷偷帮我要了包厢 怕我跟岳母打赌失败吧 我看想离婚的人是你 今晚订包厢的明明是齐总 你都赌失败了 不到最后 都不作数 来 我们一起 去祝福堂姐 二魂幸福 清姨 国坤女主任该有的 我都给你 母亲都来 欢迎您 齐 齐先生 您包厢的客人已到达 这个齐先生 我是齐总 是你们 是我吧 老婆请进 窝能废 白鸡女 你 妹妹 你别开玩笑了 你也别开玩笑 你穿的倒有模有样的 这包尖真是你定的 不是我女儿给你求的 可不是我 我可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我在国坤集团业务做得不错 偷关系 跟齐总要的 来来来 坐 你小气出息了 不愧是我女儿看中的男人 靠打工讨来的赏赐 也就表面看着光鲜 不像我老公 纯靠家底 不用低三下四 看人眼色 老婆 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当舔狗 怎么就没前途了呢 想我钱家 坐拥几十亿的家产 也只能在国坤 定到下五层 还是坐舔狗 有前途 紫棋东来都能定到 这废的 自己当惯了狗 就当别人都是同类 你敢讽刺我 我说狗呢 姐夫你生的哪门子气 不要以为你是崔灵的妹妹 我就会给你面子 姐夫 我何尝不是在给你留面子 今天是我老公做东 你要是不想好好吃饭 请你出去 秦宜 他们是你的家人 你老公即使侥幸得到包奸 也不过设备 成风才是我户口本上的家人 姨妈 别生气 今晚不是为了庆祝 我找到钱一这种好男人吗 我们要是走了 紫棋东来没了主角 多不好呀 是吧老公 确实 我们不在 怎么能压得住这排场 既然妹夫做东 那么我们就不客气了 经理 开箱拉费 数数口 你这太过分了 拉费配不上七总吗 我这个人最不喜欢浪费 既然姐夫点了一箱 喝不完 不能走 只要你能买 我就能喝 先结账吧 妹夫 不用你拿钱 哟 有本事装逼 却没脸拿老婆的卡 唐妹 你男人空有一身骨气 却盖不住一身的穷酸味 这整个国坤酒店 还没有人敢收我的钱 确实不敢收 这年头 最怕疯狗乱咬人 狗咬人 主人是要负责的 你先咬人 那我就替你的主人叫你 你 你敢打我 林灵 自家姐妹 动手 伤和气 姨妈 是她先打我的 她毕竟是妹妹嘛 你让让她 老醉 你算了吧 你妹娘家小了 斗嘴都行 要是打我欺负我 我妈可从来不让她 那她 她总可以吧 那你打吧 老公 哎 你个小白脸 看我不收拾你 秦姨 你们家聚会还真热闹呀 国坤夫人 您怎么来了 宝贝 以后叫我捧你就好 似曾相识的一幕啊 您就是对国坤有恩的国坤夫人 你好 你是秦姨的母亲吧 可真是像一样的好看 来来来 开座 这些是 回夫人 这些都是这小子买的酒 还拒不负账 免单吧 来人 酒全开了 姐夫 这里的每一瓶你都得喝下去 嫂子好啊 嫂子 七总 为什么叫你七总 因为 我业绩好 又跟七总正好是一个姓 对对对 她就开玩笑吧 我是要坦白 但不是在走廊 被一个酒鬼随口说出来 七总对员工还挺友善的 对了七总 你是要找国坤夫人吗 我 不是 我是那个 七总来 我带您去找妈妈 怎么样 妈妈 什么妈妈 你们关系真不错 哎呀哎呀哎呀 我 你这么对七总不好吧 没事的 国坤酒店是他家 他到家 我们就可以安心了 走吧 伯母 您慢点啊 哎呀我没醉 亲家母 我们再喝点 夫人您认错了 我不是你亲家 我没有认错 啊媳妇 傻儿子 哎 再喝点 亲亲家的 夫人 夫人喝醉 认错了 妈在山里中人参 家姐是什么 没把你当亲 真早 我们换个地方聊吧 爸 妈 你怕国坤夫人 吃了月娱吗 我是怕 我妈把我二婚对象 选为七总 也不是不可以 你说什么 老公 你别喝了 我全意说到做到 妹夫 你就帮我说说吧 妹妹 是我错了 我再也不嘴见了 我这个年纪 好不容易找到老钱 我可不能没了他呀 我老公也是 我好不容易找到的 快被你骂跑了呢 不骂了不骂了 我以后再也不骂了 那就别喝了 姐夫 怎么骂 我都不跑 我妈她们去哪儿了 七总 这不是七总吗 嫂子好 老贤 衣服洗了吗 好 老婆 帮我衬一下 蓝色 没用 再鞋再利 好招数 季城风 别玩了 快出来 小心来揍啊 又来 无偿报恩 不要错过 好吧 你为什么在国坤集团 我 我在这里上班 我知道了 是崔勤一托夫人 把你塞进国坤集团 她明明跟我说不认识夫人 她凭什么愿意帮你求人 不帮我 我是她的男人 而你 什么都不是 你 吴朱离 七总来了吗 我们有事 想见他一面 有预约吗 我父亲帮我约了 温氏集团 温氏的温平 你个小赘婿 没这个叫我父亲的名讳 不是你们要见我 温平卖了老脸 打电话 打到我这里 我才抽客跟你们聊聊 什么意思 七总 温家的行程取消 我把会议提强了 你 你是国坤的总裁七总 是吧 对了 温家把他捞了出来 不合规矩 再好好查查 是 怎么会呢 儿子 你媳妇就这么轻易地原谅你了 对啊 她说报恩就报恩吧 反正人都是她的 不过 以后的生活费减半 我的命是她救的 归她一半 她只掏钱 负责另一半 我儿子还真有趣 你什么时候告诉我儿媳 你是国坤总裁 我可快忍不住了 人家对我儿媳 逛街购物 救我你 等几天吧 我的蝉狼大法 再巩固巩固 再碰我一次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谁叫你犯船 得罪国坤夫人 那是因为你啊 你让我整掉最近 崔秦怡我才施压的 没想到夫人一气之下 风上燕家 更是让我们被调查 公司没了 我爸也进去了 孟宝 求求你 你帮我跟国坤说句话吧 崔秦怡跟国坤有什么关系 夫人很喜欢她 帮她出头 其实没有什么 整理一下 我求求我爸 让你见七总 好好好 你以前见过七总吗 他能帮我吗 我没见过 七总一直谨慎一门身份 我们温家 只有我不请我去见他 一会儿呀 我助理跟着的 就是七总吗 吴助理 小追逊啊 齐成风 齐总 我好傻啊 齐总 我自诩聪明 却被你耍得团团转 今天 入职国坤 成为你的业务 你把我交出去吧 他们要钱 不会杀我的 你看过他们的脸 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别怕 等我 你听我解释 我运气真挺好 既然成了 国坤总裁的救命恩人 我救了你一命 白得了一个富豪老官 我赢了 可是我为什么这么难过 对不起 是我的错 你没错 我不是不是好赖的人 就是辛苦七总 在我家洗衣做饭王来了 我愿意的 你明明可以告诉我 我忘了 你喜欢言情电视剧的那些情景 那玩意我不爱看 你落在家里的 我先走 我愿意 是好事 崔庆英 别哭了 我愿意做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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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留下的 其实都没有 原谅我用 特别沧桑的喉咙 家中我不快就 家中我很痛 洒脱一身 心感动就感人 您好 林波台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可否给我满分 吹随你 朝暮为伴 心愿为 新一回公司上班了吗 崔总理今天下午请假了 我自然就缓缓 人长路迢迢 崇拜不到 情不老 端放云 我来吃 好 放点菜花 好 嘴上答应的好好的 手上不停是吧 菜花对身体好 我就放 放 放 你放不放 我想听过你 挑食鬼 齐总 我们查到邵夫人的车 最后出现在他父母家小区 真是出息了 把老婆寄回娘家 像你这种赘婿 放到我们老家 早被赶出去了 妈 秦怡在哪 要我说呀 你们不如把婚离了算了 反正你们俩在一起又不开心 放过彼此多好 我不会离婚 你不离也得离 别耽误你而前程 妈 别说了 你看看你找的男人 现在惹你生气 都不愿意跟你离婚 我看啊 他就是想分你的财产 他看不上我的钱 什么意思啊 他身价万亿 哪看得上崔家这点钱 我不要钱 我的也是你的 只要你想要 别 我不要 讲清楚点 什么白衣 你还记得我五年前出的那个事故 我当时救了一个被绑架的 就是他 你就是那个杀千刀的祸害啊 他娶我是为了报恩 而且国坤的继承人是他 真的 是真的 那你们俩还在这闹哪一门 自毛棍啊 妈 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了 贫贱夫妻百事 你们都这么有钱了 还在这演什么穷妖剧啊 不让你们在一起 天天给我们拉脸子 现在让了 又不乐意了 我的金妈 他有钱你怎么又行了 是我行了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多稀罕他 不就是多了几个亿的资产吗 怎么还突然不爱了 快回吧 谢谢妈 别谢我 男人有钱就变坏 你要是变坏了 我们崔家不是聘不起好律师哦 到时候 撕你一半财产 翻翻翻 你赶紧找青江母商量上 别以为我妈同意 你就没事 我可没觉得 我这里已经有万里征途的心理准备了 恋爱脑成功 什么意思 你掌管亿万资产的国坤集团 还有空在我们家洗衣座 便当也亲自送 我严重怀疑你恋爱脑病如高荒 嗯 你知道我爱你就行 齐总 端着点吧 你现在有总裁滤镜 出这种肉麻的话 会让我仿佛在看演进去 你喜欢什么演艺方式 我都可以 沉默的冷酷总 行 我等今天呀 等了好久 今天终于有儿媳陪我逛街了 来 把这些全都给我包了 别别别 这么多衣服 我没地方放 宝贝啊 看你可怜的嫁给我那傻儿子 她吃你家住你家的 买这点衣服 你们家都放不下 没事 放到旗家 你们搬回来 来来来 欢迎您的光临 女士 村女士 请查收 您的母亲对您疼爱有加 买下我们店铺 全部获取 送错了吧 我亲妈必不可能搞出这样 难不成是哪个富婆 想要让我当干啥 这位夫人尊贵无比 还有亲自到这儿 你是送礼物到军安国记的那个 是的 孙女士 所以 那位贴心妈妈是伯母你啊 那个 是我 是我的见面礼 这个事情 是不是困扰到你了 我还被陈锋教训了一顿呢 谢谢妈妈 我很喜欢 你喜欢就好 所以秦逸 你们买不起衣服就别等到 没有看到 我和我家儿媳 现在谈的心扉嘛 谁招一侧 赶紧快过来 你是那个 要三万生活费小白脸的妈吧 果然一样的低级 整套康人非定 这一身要是真的 不会低于五十万 谢谢你 多花钱养人 你得舍得拿钱 陪人家妈买头真货吧 带出来 不寒酸的呀 谁能比你寒酸啊 一身名牌也是让王建达掏空女人的钱 供养自己的小三 你 再多说一句 我就把这里的监控送给他的新女友 建达哥哥 别理他了 你看你的衣服去 看中的我都买给你 我要了 什么意思 你看中的衣服 我都要了 我都看中了 买吧 有趣啊有趣 你男人就够会装逼的 你男人的母亲 更是略胜一筹呀 嗯 你知道有一天被这样母子 自己还装逼 当然都觉得别人是装 我妈是中复 你可一定要看到最后 好啊 反正到最后 叫人家又不是我 结账吧 一共两百八十一万 结账吧 或者让你的儿媳妇给你多底 夫人 您是我们品牌的至尊会员 每月消费五百万以上 所以本次购物给您打九折 随便吧 五百万 什么意思 对啊 什么是不是人做人了 他们怎么可能 每个月花五百万去买衣服呢 不可能 认错至尊会员是我们工作的严重事物 这位夫人才清空一次店面送给崔小姐 我们怎么会不认得 本次消费两百五十二万九千元整 谢谢你们替我妈省钱了 本来是要清空便便的 随便只看一看 不可能啊 你 你真的是七成分的 我去啊 你没有资格叫我儿子的名字 我再说一次 我会召集你的前女语开他会 让你把吃进去的 全都吐出来 把衣服我送到国分集团 我问我姐 跟她什么关系 夫人就是国分集团的夫人啊 那位七总的母亲 七成分 是国分 七总 真单费 妈 以后我们会经常回来看你 别以后了 今晚就住这 衣服 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妈 住 救出我的房间 我还没有原谅你 别让我妈失望 来 你再吃个菜花 多吃点 我妈看着呢 你不会是想挑食吧 别急啊 今天晚上你想对我干什么 都可以的 我先去上来 先去 在我眼皮底下调戏儿媳 真出息 我跟你们制造这么好的企划 今天晚上你再把握不住的话 以后别再叫我妈 这是我给儿媳做的 少吃点 老婆我妈不认识 这就是妈 准备的睡衣 到底有几块布啊 鬼鬼祟祟的 干什么呢 你发现我上风了 上了你个妈的贼船 现在发现 晚了 今晚七家大门全部落索 连这苍蝇都被不住去 帝宝 睡了 我本来很怕黑的 为什么 自从五年前的事故 我每天睡觉都要打开电视 听到声音才敢睡觉 那你在我家睡的时候怎么不害怕 还老是关灯勾引我 因为有你在 我就不怕了 拉着我的手睡吧 丙焦总裁 爱与悲爱命运 教人释怀 这次我不想找 我理解的 毕竟很难 是人的心意 我哪只能捂死你 老婆你龙虾亲夫啊 谁让你不老是 是你先对我 年轻真好 妈 我今早去国坤签约新项目 我先走了 路上 小心点 妈 我去送齐医生麦了 喂 我拿错电脑了 七成风的电脑 什么水牌呢 那个 我们能合照一张吗 我想给我爸妈看 好啊 我怎么笑得这么开心 建经理 房屋来了 就不会交个跑腿吗 七总 嗯 想见见你吗 今天哪儿才见到的 对了 把你电脑里的索屏图片 进去 什么 这可是我的珍藏 喂 你拍的我 我也有肖章权呢 给你可以 让我回宫见识 不要 行行行 给给给 嗯 我要去开会了 你呢 我去带你们的总裁 总总裁 给你 没有 你看 你 我 我 我要给你 做一个 你 又你有没有 你 分分钟钟健全封喉 今天怎么回事 穿得这么正式 因为我上班了吧 找到工作了 恭喜恭喜 齐总您来了 齐 齐 齐总 杨秘书您认错人了吧 齐总 不知道今天的签约您也到场 是我失职 不用管我 我只是在家属的公司闲逛人 齐总不是跟秦总监 那崔 那这几个月 确实被造了不少朋友啊 所以说 国坤齐总的妻子 是崔晴怡 而不是秦师 Oh my God 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女主 是崔晴怡 没错 我只有一个女人 就是她 其余的 跟女家 秦总监 你为什么要骗我们这么久 你明明就不认识齐总 我不是会议的 我只是认错人而已 别编了 你带我们是傻子吗 不对 你也得拿我们当傻子耍 齐女士 鉴于你一直对我进行诽谤和骚扰 我会对你进行诉讼 苗秘书 安排下人跟进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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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不想做了 不是想 我认 我 我 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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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总有空吗 咱们进会议室聊聊业务 嗯 这边请 一 我居然跟国坤总裁称兄道弟 这位选地方 我对这个餐厅可没有一点回忆 你看那边那个位置 五年前 我就是在那儿看到你被欺负的 我不是让你不要来接受吗 反正我也才下班 生路 叫死你可好消息 我的实习同一段 四哥 这个同利是谁呀 他怎么想吃天猴肉 只有你 我才子书哥 有一分 有一分 打出来 所以你是觉得我可怜 才出来安慰我 所以你是觉得我可怜 先是觉得你可怜 后来觉得你好看 剑四起义说得正好听 我有一件事情特别好奇 你说 你为什么就记不住我的样子 长这么帅 别说是五年 就算是五十年 也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大哥 你递给我手帕的时候 是逆光 你的脸漆黑一片 后面你的脸 血一块 脏一块 我根本记不住 那声音呢 我磁性的声音呢 你冰死的时候 嗓子吃 把我交出去 你懂吗 很虚弱 还干嘛 所以 我给你的第一印象是 一张模糊的脸 很虚弱无力的男人 嗯 不过你别难过 在婚礼上面 你说我愿意的时候 超帅 也行 那 我现在是帅的 嗯 好 那你其实我现在的男子 言情巨要大结局了 崔景怡 以后我们家 你主外 我主内 你负责赚钱 我负责洗衣做饭 以后带孩子 我来辅导功课 考得好 你去开家长会 考得不好我去 你愿意嫁给我吧 可以是可以 但是言情巨的剧情 你不许再演 不演了 以后是家庭这个 我和表情 善于了 雨陪我哭泣 嗯 怎么了 我快一个月陪来大姨妈了 哎 喂妈 你要当奶奶了 啊 我这么年轻 就要当奶奶了 我带孩子出去 会不会像妈妈 妈 过于自信了吧 明天回家 你媳妇回来就行 明天见 妈为什么总是嫌弃你啊 当年我出了意外之后 被我妈接去国外治疗 治疗症疾很疼 她很痛 为了坚强起来 中心所爱 只要嘴上骂我 她就不会哭 没想到 意识十足 可以养成了习惯 我刚刚一次 我让你凑我好心 唐颖 兄弟我要当爸爸了 该 以我成年多年的经验来看 我是不会掉在地上 胡说 昨天晚上在我家你就睡着地上 你说的对 我理解 孕妇会有一些胡思乱想 所以 如果你和我妈同时掉进水里 我会先救你 我妈有牵水账 水里的陆地没区别 但是以后呢 只要宇宙和我 你看起来不太聪明 快 没有问题 嗯 公司最近没够出现了 什么人 改成为我们国公社夫人 哎 别人了 还以为不是吧 只能接上热到热水 来 给你接热水 你等着 我必然救出他 一杯热水远发感觉 嘿 抓到你了 热水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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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原来是你啊 勾腿子小王 我不是勾腿子 哎 但是热水 是我放的 难道说 你 算不重要 艾大姐 嗯 这就救死我 好 我 我照是齐总吩咐 他让我照顾好 催短心理的 他说你 爱喝冰咖啡 我要喝热水 所以我就 好好好 被秀了咯 没关系 小王 你换我也要喝热水 可是艾大姐 你不是不 你别管我就要喝热水 那里有人找你 是个女士 嗯 她说她认识你 温小姐 我跟你从不算认识 我们 不是有一杯水的交情吗 那什么想吃天鹅肉 就你 你配几书哥 嗯 你管那个叫交情 那我现在还给你 温家怎么敢 把温某温某给我够吧 温家风响 是 齐总 他怎么样了 我要孩子吗 我不要孩子 这位家属请冷静 咱们两个都没有 我 我老婆都没事 亲密出血 吃两个酒就好了 你去病房等待吧 行 哎我还没刷几号呢 不是 谢谢你再几号给我 那我先进去找费单 好谢谢 老婆 难不难受 疼不疼 咱们转院 吴住 打住 这三甲医院之我 抽抽涌呀 吓死我了 孩子没有这么交易的 都是你 怎么满头是汗 啊 路上走车 齐总一路跑过来 刚才又在医院走廊 跑了一圈 神经 哎呀 我女儿要是有个三甲两甲 我招不了你 哎 就算不是因为你摔倒 这孩子都是你的吧 我养了这么大的贵 给你生孩子 你连他的保护不好 不管你是神送财都行 冤枉 妈 以后我亲自接送行医上下班 我在军安安排保镖 我保证这样的事情 不会再有下一次 这还差不多 妈 差不多就行了 这又不是她的错 人是我泼的 摔跤也是我没当心 你可不要有了孩子 忘了娘了 哎呀 儿媳妇 你没事吧 齐晨峰 你怎么张开你媳妇的 哎 那个亲家母 是我们齐家的问题 我这傻儿子 白笔有一书 委屈儿媳妇的 小气也不小呢嘛 哎 这个 我问过医生了 医生说 静怡这修业呢 需要一些时间 既然这样 亲家母 咱俩出去逛逛 给她们一些在农乡出的机会 好呀好呀 哎 有家母姻念的衣服特别好看 那你去看看 回去你好 我也去 你没事最重要 我去找你 你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你找你 嫂子好 你好 我们之前见过你 啊 对 如果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 我没来就给你打招呼 确实 第一次在明珠会所 你被两个女孩去扯怒 第二次在国坤 你折走明珠落花而逃 第三次是七尘峰带你找花了 是吧 是是是 真是乖极好 好兄弟 嫂子 你误会了 我七哥不是这样的人 我们当年在海外留学里面 我逃课 他上学 我泡妞 他创业 等我们回国以后 他都当上总裁了 我还在泡妞 不过我现在已经洗心革面了啊 我七哥这不是也当爹了吗 对对对 老婆你知道的 我结身字号四年 剩下那年在床上复诫 我根本就不会那些 对对对 他就算是想我也会 手起刀出去 哎哎哎哎哎 到点了老婆 我送送客人好 哎哎哎 嫂子 还是家里好啊 你干嘛去啊 你干嘛去啊 我二点 你干嘛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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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撑了 你别说了 了解的厨艺还有点清晰 那 那我回去跟他学 那快拉我 哦 回来 你做的更好 啊 对 你更好 我只是贪图一时的行星 我就忘了我 嗯 嗯 行 啊 有星星 我好庆幸 遇到了你 我也很庆幸 你能参加我的份 我三万去哪 不对劲 你的婚礼不纯粹 你都跟别人 站在一起 我看你有穿过新郎装呢 那都是小事情 走了 回家 老婆 我的婚礼 哎老婆 小心看路 没想到我们前世资本 也能有进入国坤周会的一天 终于能一见大名鼎鼎的七总了 嗯 妹 妹夫 我开会当中 兴致学我 哎 我妈妈 会议开始 妹夫 这做菜是我们做的 您尝尝 需要我收拾 不需要不需要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哎 来妹夫 这是我珍藏的酒 但你一定喜欢 戒酒啊 哎好好好 哎 戒酒 我也戒 之前是我有眼无珠 不羁口德 咱们都是一家人 妹夫 您就别计较了啊 对对对 我们都是无心的 哎 不计较也不是不行 我老婆怀孕了 以后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照顾月夫人 懂得懂得 以后我每天都会来做饭 我也来 我洗衣服脱衣 可以吗 崔晴怡女士 您是否愿意嫁给您面前这位男士 我愿意 启晨峰先生 您是否愿意娶您面前这位女士 我愿意 现在新郎可以开始吻新娘了 我 崔晴怡把桑梦派嫁给了一个乖巧 听话 懂事的老公 为什么新郎会变 我需要一个交代 嗯 别哭别哭 妈妈忙 等你妈妈办办 七星 你再跟不是乖小孩 小家伙 欺负我啊 奶都在冰箱 别忘了 你去忙吧 家里交给我 我们的故事就到这里 以后是甜蜜的家庭剧情 不爱千万豪车 都不爱SUV 器重变化 专大 今晚有星星 这么开心啊 我期待这个画面五年了 打给她吧 谁 那个救过你的女孩 我不是是非不分的人 把她约出来 我们三个人一起看 那 我真打了 打 打给谁啊 你们是谁 要你命的人 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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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说是 我很忙的 你不是七总的老婆吗 你这个话 她都听是吧 是不是燕子说起来 他不愧 七总 因为我之前的行为 把国婚跟外交合作停了 我们跟国婚合作了十几年 凭什么为了这哪小事 就气了我们 要那么多凭谁啊 但小姐如果是来自我 请你 我不是故意的 我本来只是想让文子书 实在让你没工作 后面 找人欺负你们 都是她的自发行为 我老公只不过是用同样的手段回击你们 就只准你欺负别人 我们同样可以 你 哎 这个 这个 现在跟我比泼水的手速 真的行 这个 你不要 正常经理 你没事吧 别说了 我只是轻轻办了一下 好 我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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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